8月6日又是新一周的开始 作为新一周的第一个工作日 也是可以明显的看到所有电领得单日票房都是下降了 其中也是包括了正火热的西红柿首付 目前西红柿首付已经上映了11天 而在8月6日这一天的单日票房已经降到了7000万左右 要知道8月5日的时候还有这1.5亿以上 也就是说整体的跌幅超过了50% 目前电影西红柿首付的总票房是在20.9亿 但是其实如果按照目前的票房情况来看 西红柿首付估计很难破30亿票房 因为在8月10日的时候将会有着三部新电影上映 这也是西红柿首付 即将面对的三大强劲对手 而估计8月10日的时候 这部电影的总票房估计也就是在23亿左右 也就是说西红柿首付 最终的总票房很有可能只不在25亿 西红柿首付电影需要面对的第一个对手 就是电影版爱情公寓 目前这部电影的预售票房已经达到9500万 接下来破亿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虽然在8月6日的时候 网络上曝出了关于爱情公寓版权的事情 但是接下来估计不会影响到电影的正常上映 而且作为黄国自导自演的电影 很多观众都是会对一出好戏喜欢 也会对这部电影充满信心 所以说接下来一出好戏 只要上映之后口碑能够稳住 那么票房绝对不是问题 最后一个对手就是好莱坞电影《巨齿沙》 这也是这个暑期档少见的好莱坞电影 电影还有着李冰冰这个女神出演 而目前《巨齿沙》的预售票房虽然稍逊一出好戏 但是也是达到了2000多万 可以说完全是有希望反超一出好戏的 而且因为接下来的爱情公寓和一出好戏 估计都是喜剧片 《巨齿沙》相对的观众会有区别 这样也是有利于电影获得票房的 而到了8月10日的时候 《西红柿首付》已经是上映半个月的时间 可以说整体的票房潜力已经消耗的差不多 三部新电影的上映可肯定也是要占据一大半的排片